传递温暖到他手心 也传进主耶稣的心 万有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神明发光 今天来读马太福音第25章 这一章主耶稣要用几个小故事来告诉我们 在审判那天他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人生中又该怎么预备自己 怎么有智慧地对待身边的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5章 马太福音第25章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鱼灼的 五个是聪明的 鱼灼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游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游在器皿里 新郎吃盐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 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 就都起来收拾灯 鱼灼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 说 朱啊 朱啊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 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 也照样另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 去绝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 来 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来 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二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 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恋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圆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饿 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恋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耻了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外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 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网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坐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漏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坐客旅 留你住 或是赤身漏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活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坐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漏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坐客旅 或吃身漏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 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 要往永生里去 在审判的那天 主耶稣最看重的 就是我们 有没有好好 运用自己的恩赐 和资源 有没有好好 去爱 去给予 成为他人的祝福哦 主耶稣说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亲爱的朋友 也许我们都曾在 某个街角 遇见耶稣 那时候的他 可能需要有人 为他撑把伞 也可能需要饱餐一顿 或是一件保暖的棉被 如果下次遇见了 让我们别错过 爱他的机会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苏 求你使我能看见 弟兄姐妹的需要 成为他人的温暖 与祝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传递温暖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